我们在新建好的泰雅传统家屋前举起竹杯 为宜兰大同南山国小转型原住民族实验教育来祝福 创造这座泰雅传统家屋的泰雅族人维靖福说 泰雅聚落最重要的两个建设 一个是古仓 另一个就是半学局家屋 期盼传统家屋的存在能创建沉浸式的教学场域 这个失传多年的家屋的盖法 技能技巧传统工法能够呈现在南山国小 也让这些小朋友去认识过去的一个技能跟文化 南山国小现在把这个传统智慧传统工法 还有民族教育这三环能够在学校定立起来 我们非常的开心 希望就是说还有更多的部落 就是学校能够一起合作 把我们的传统智慧找出来 南山国小表示 不只要实施民族实验教育 更要串联周边教育资源 像是全台第一座公立圆明实验教育中学 大同国中就在大同乡 让孩子从国小到国中 有更多机会后织母体文化 也许是翻转部落人口老化的新奇迹 我们将来要和大同国中来联系 对这个太阳文化的传承 跟发扬能够更进一步的一个了解 部落有持续老化 小朋友所学习的他会认同外面的世界 他会去外面 然后渐渐的人口就会过去到外面去 所以我们希望小朋友多认识这里 都知道自己的一个部落的生命故事 知道部落的一个过去 当然他又一定会给部落一个无限的未来 过去一年中 南山国小师长透过不断填调 到各个民族实验教育学校观摩 一本本的教案才得以完成 只希望能让孩子就地生根 为部落带来生命力 也是新闻总部的 斯布拉瑞亚一兰大同采访报导